三輪車是350我們等一下看到了多少錢 對啊 他說350我們上來坐這邊的跳錶計程車 那邊的跳錶是從35塊開始 這邊到那邊要多久 3公里多 3公里多 嗯 OK 那應該只要100塊而已 嗯 只要100啦 3公里 你說500塊一跳2塊 一公里跳5塊而已 他一間跳2塊而已啊對吧 500塊跳 你看他現在45 他會再來跳多少 他還是跳幾塊5塊嗎 45 沒了 沒了 才1.2公里而已啊 才1.2公里而已啊 所以現在才走1.2公里 1.3公里 對啊 喔 一次跳2塊錢而已啦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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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後後來他說最後 250 到處跟他說200 他說不可以250 對 所以你說不可以啊 對啊 沒有 後來200了就說不可以 他說250了 所以 所以你要坐他們那個車 沒有冷氣吹 然後享受天然的那個自然風 是比較貴的 難怪我千萬不要坐三輪車 啊 如果你當體驗是還可以 當地他不會在 啊 當地他不會在 不會在當地人 啊 所以說他們的客廠啊 你說幾天超級的啊 對 沒有啦 幾天超級的就跳起來 跳起來就分攤OK了 嗯 那一個人坐就不可以了 那一個人坐在這邊 那一個人坐在這邊 那一個人坐在那邊 那一個人坐在那邊 對 所以這個五十三塊 我們到目的地看一下是多少錢 目前已經跳到五十三塊了 一百零五塊錢 我們要下車 怎樣 一百零五 剛剛租租車 兩百塊他都不賺 他兩百塊他都不賺 還有兩百五 所以是兩倍以上 差很多喔 你有沒有看這個阿渡都帶一個 對啊 帶什麼 都帶一個妹啊 喔 走啦 來到了另外一條 很熱鬧的街啊 哇 來到那個不夜城了 有不熱鬧的 老闆娘來到哪裡 我看是適合單身老 對適合男人 那是個不夜城 那是個不夜城 很熱鬧的酒吧街 這也是啊 有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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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看是適合單身老 對適合男人 男人 男人 女人來 OK 女人看一下OK 我們女人是來看一下的 喔 我們來 他說什麼 女人要怎麼帶一些 因為院子跟我 你的那個很大 喔 我們來逛大街的 現在是老闆娘帶著我們來逛大街 大門逛娜娜 逛娜娜 逛娜娜 然後我們在這邊逛大街 娜娜 西部 無夜城 這是泰國的那個 風化街啦 我跟你說齁 帶老闆娘來這邊是沒搞頭的 先跟各位講 齁 這邊來有搞頭嗎 有啊 我們只是來這邊 體驗一下 好慘喔 有沒有出來之後 越熱鬧了 各位有沒有聽到聲音 越晚越熱鬧的聲音 這個 我們剛剛體驗了泰國的 紅燈區 對對對 泰國的紅燈區 我們現在要 我們要出去了 我們要出去了 蛤 抹什麼 抹什麼 哎呦 這帽子還是不錯 走了走了 沒有沒有沒有 不買了 走了 抹腳就好了 抹腳就好了 抹腳裡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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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腳 還走去嗎 好 走 我來看看 這邊的 我們要去抓腳 又進來的紅燈區 過了 可以看 先走 走 走 我覺得很快 走 走 走 有霸 跟裡面的是不一樣的啦 我知道 走霸 看表演 看表演 還有泡泡浴 這可能是泰國瀉 泰國瀉喔 小張說的泰國瀉就是泡泡浴的 這我沒辦法去體驗 越晚越熱鬧喔 走 走了 欸 你剛剛那個是懶大女的 剛剛那個懶大女的 走過去那個 對你笑那個 因為我笑那個 對啊 對啊 欸大女的大女的 大女的大女的 蛤 大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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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啊 來了這個區 看不清是男是女 對啊 好厲害 來泰國 怎麼可以沒有來按摩 對啊 這是他們一定要有的行程之一 對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 因為我們每天走路走很多人 對 在做腳底按摩 你也可以全身按摩 像這樣腳底按摩多少錢 三百五 一個小時 太足了 剛剛鏡頭沒有對他 三百五 三百五 太足了 一個小時 是腳底 腳底 如果身體 身體 身體 要問他 反正就是比他們便宜啊 對啊 我們昨天按身體一個小時 腳一個小時 一千萬 對 所以還好啦 反正就 都 價格蠻低的 所以每天來一杯 因為每天走很久 對啊 我們每天都走路走 你今天走多久 看一下 今天嗎 看一下早期 看一下喔 今天沒有走很久 就腳了 這隻手機不能換成這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又寫走幾步了 喔 快兩萬步耶 一萬七千九百 有嗎 看得到嗎 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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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將近 欸今天沒有走很多 今天才走不到一千步耶 哪有可能 昨天走很多 昨天 昨天 一萬多 對 今天沒有嗎 今天 喔今天是一萬七千九百多 對啊 我想說今天不是昨天 我想說怎麼可能會只有六百多 來這邊每天都是一萬多以上 對啊 所以出國 也沒有運動到 有有有 對啊 你又一直走路 因為尤其是自由行 對不對 對啊 我們剛剛從那個 紅燈區 就是紅燈區裡面的一個按摩店 嗯 嗯 是那個 純浪 純浪 因為 帶老闆娘來齁 也被想要幹嘛了 呵呵 不能幹嘛 我還是要講一下 如果是 你今天你是跟團 可能就只有一次按摩 喔 對啊 除非 通常都只走 除非你住的飯店旁邊有人自己去 對 就是行程走完之後自己去 那 如果是像你們這種自由行 你想幹嘛就幹嘛 對 你的自由度很高 自由行的好處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還蠻多人來泰國自由行 因為物價便宜 超便宜 超便宜 什麼都可以 對啊 這是我跟我們去日本啊 去大陸 OK 對 GO 現在是 紅燈區 體驗結束 我們現在 我們要回去 去哪裡 回飯店 回飯店喔 怎麼回去 坐公車 又是坐公車 對啊 回去那邊幾公里 回去那邊幾公里喔 我不知道欸 坐車要半個小時 要半個小時 好吧 我們現在走路去坐公車 你要吃水果嗎 要吃嗎 算了 我只對他那個 椰子汁很有興趣而已 超級客座 這賣什麼 我對那個什麼 我昨天沒有吃到那個鍋 很像沙 他那個烤的 什麼鍋 我看到一鍋二鍋那個 超小吃的 那是火鍋啊 不是 沙鍋 沙鍋喔 那你就回去再去吃啊 我們等一下去吃嘛 對啊 去吃宵夜啊 隨便你啊 你要怎麼吃都可以啊 就是覺得 要吃到那個 那就走啊 坐幾號公車 他有 他有 五零一 要轉車嗎 不用 一站就到了 沒有 坐十二站 然後走路 然後下車之後再走路 就到了 對 那邊有麥當勞 哪有沒有 這 這個 泰國就好像我們 五零一 喔 這個喔 五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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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OK 好 他們這個 計程車到晚上的時候 就沒 不跳表 就沒跳表 他不要 他不願意 他用喊的 對啊 啊 多少 二十五 二十五也可以坐 是啊 晚上公車就變少了 只能搭計程車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公車他有到耶 他上面顯示有喔 就是車沒來 車沒來啊 對啊 所以到了晚上 只能搭計程車 而且又下雨晚期間 用寒的一百塊 然後把他交車一百塊 嗯 現在早上 八點鐘 我們的泰國自由行的 第 二天的開始 算是第三天了吧 嗯 我們這邊已經住了兩個晚上了啦 我們現在要去 去哪裡 去巴塔亞要 巴塔亞本來想要搭車去 後來改 改想說租車單看好了 來體驗一下這邊的自由行 對不對 你不租 你怎麼知道 來體驗一下自由行在想什麼 租車自由行我講錯了 對不對 本來都是以搭車為主 然後我想說 欸 我們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網站 旅遊的那個APP裡面 看到可以註冊 那我們 行李搜一搜 這一次 你看 多了一個那個行李的 那個是誰要拉的 老闆娘 我又要背又要拉 你來真好 對我還不錯 對我還不錯 那 這個飯店大概就是這樣 太陽出來了 這邊剛好太陽 你看這邊就是我們從飯店看出去的 是在曼谷的市區裡面 你看都是高樓大家 也越蓋越多 但是沒有像我們台北的蓋那麼多 台北到處都在蓋房子 台灣的房子貴得要死 還是在蓋 然後就是它裡面的設備 不過我們剛剛看了 那個 那個像 那個像 你如果上Google上去看的時候 它有大概有幾個那個 訂房的軟體 我有看到最便宜的大概700多 如果以今天來講 但是 他們的房型不曉得是一樣還是怎麼樣 因為有時候是 進去的時候會是房型 欸它房型是不是也有上下鋪的那種的 對啊 就有些上下鋪啦 有些是兩個單人房的 所以可能會因為裡面的房型而有 價格上的問題 那 大概多少錢 大概700 我們這個住的八百塊 我們這個住的八九百塊 我也忘記了 那種就是兩個晚上大概一千 一千多塊而已 不到兩千塊很便宜 以台灣台灣來講算住宿算便宜的 就是像我們去宜蘭洗個溫泉QK一下 兩個小時就不只這個錢了 就一千多塊了 真的以住宿來講 台灣真的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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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 貴貴貴太多了 講錯了 我沒有吃早餐啊 那我還沒講完 因為這邊真的 我們打開那個Google的時候發現這邊的早餐 還蠻少的 吃沒有我們台灣來的方便 但是住宿很便宜 所以現在為什麼那麼多人出國的原因 是因為台灣的住真的太貴太貴了 我們的薪水以我們的住宿來講算是屬於高標準的 算是一種奢侈 難怪你在台灣國內旅遊 你一年能夠幾次我問你 對不對 我們是每個禮拜 是因為我們睡車上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 以國外來講就是我們要付這個機票錢 像我們買那個聯航多少錢 一萬一千多 兩個人 你看我們兩個人一萬一千多 一萬一千兩百萬錢 你就把那些錢當作是在台灣的開車的消磨 對不對 你開車 你開車要來 要出去的時候 像譬如說租車啦 開車的消磨大概是這個錢 所以 很多那種背包客啊 像大叔很多同事 一年都出國好幾次的 他們想到就 就 就飛 對啊 對 有去滑雪的 然後有去 去哪裡 反正就是東南亞啦 到處去 因為便宜 真的便宜 這個泰國我們真的是 第一次來這邊自由行 好 那 那麼兩次都差不多了嗎 我們準備要出發 來去搭捷運 然後準備去 取車 開車到帕達亞去 泰國的漫遊 先過個兩夜 然後去帕達亞 然後再回來 然後這個飯店的方形 就是大概是這樣 有一點像工業風 我在猜應該是屬於老式建築 然後下去改的 所以這裡的關鍵 就是像這樣子 露出來的 很簡單的一個樁 然後 還 以乾淨度來講 算蠻乾淨的 還可以 還可以 那電視來講 打開電視 也沒有幾台聽得懂的 然後這個時鐘 一直停留在12點 我們入房的時間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 那冷氣 冷氣功能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第一晚的那個浴室的聯盟頭 有一點壞掉了 我們要 隔天早上要出去玩的時候 然後跟他講 回來的時候就已經好了 但是這邊沒有房屋整理喔 先各位講 他上面就顯示說沒有房屋了嗎 沒有 你可以掛牌子 喔 你掛牌子喔 所以洗水是可以整理就對了 是我們 習慣就這樣子就好了 那 也不用進來整理 因為只有一晚而已 然後這個冰箱就是小小的 沒有 像其他分隊有那個保險櫃 像這種是屬於 輕旅 輕旅到底是哪一個輕旅 是輕鬆旅行的輕旅 還是輕年旅館的輕旅 輕旅是指以輕年旅館為主 所以會比較便宜就對了 走吧 然後 離開前 再看一遍 有沒有遺漏 東西 因為 丟了很麻煩 好吧 走吧 因為那個 大叔常常會丟 分析 所以 要再三確認 唯一 不會丟掉的 是老闆娘 我可以把行李丟在現場 可以把手機遺留在現場 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遺留在現場 但是就是老闆娘不會忘記 對不對 你有沒有很感動 對啊 你看我們第一晚住的是一個發 發發發的發 你說我嗎 所以說我會忘記啊 所以我要記得啊 尤其是背得這麼輕的行李 像這樣 我們明明來沒有這咖 為什麼要離開的時候會有多的這咖出來 這是髒衣服 這是髒衣服 沒有 還有其他 沒有 這帶子我帶回來 還是要帶子 這可以拖運嗎 可以啊 到時候這個是要拖運 好 來這邊 偶爾還是會買一些 沒有人買行李箱 就這個是行李箱 是喔 好啊 欸那時候你為什麼不帶另外一個行李箱 好 我又有個摺疊的啊 那時候老闆娘幫我上飛機 太大了 對 但是那個摺疊起來是可以的 不行 你沒有拿你就不行 你有知道嗎 其實他們這邊是有早餐的 但是我們沒有 沒有選擇公餐啊 很香喔 有聞到早餐的味道 然後這是 一樓 大廳的擺設 大概就是這樣子 看到沒有 然後這邊寫一個 Rest 24 24 24 根本 走了 就是出來 大馬路的樣子 然後一出來就會聽到 烏鴉的聲音 喔喔喔喔喔喔 這邊寫一個 這邊 REST24 走了 欸 Pataya的房間訂好了嗎 都還沒訂喔 記載訂就對了 OK好 路上在訂就對了 其實晚上在訂是最好的 越接近齁 那個時間訂越低啦 但是會承擔一個風險啦 也有可能完全沒有房間 當都沒有房間的時候你就GG了 就跟台灣的飯店那麼貴齁 有人去了花蓮 我一個同事去花蓮他說 他竟然訂不到房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是 是訂不到房間是因為所有的房間都客滿了 尤其是年假的時候全都客滿了 會有這種情形 就好比你五一的時候去中國大陸 十一去中國大陸 你訂得到房間嗎 搞不好訂不到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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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